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 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 路上总有阴影 但抬头总能看见阳光 阿祖法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了 今天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个女儿 好在他的两个心肝宝贝都很听话 哥哥昨天送了一桶油 干了一些活就离开了 他们自己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操心 阿祖法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根本不会说霸着他的哥哥不让他走 他前两天那么难舍难分 只是不愿意和哥哥嫂子 还有侄子侄女们分开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所以他现在已经调整心态 重新自己新的生活 阿祖法生活总算是恢复了瓶颈 可是康特那里现在却截然相反 他每天都被他的妈妈搞得焦头烂额 网友们都庆幸 阿祖法坚持自己的决定 没有跟他回去 不然现在受折磨的就变成阿祖法了 通过最近发生的事情 大家现在也看出来了 康特真的是拿妈妈没有办法 他发发火骂两句妈妈根本不在乎 现在自己拿不出什么强而有力的手段 妈妈却每天都在抓他的把柄 他居然想办法打听到了 康特是把奶奶给的土地卖掉了买的地皮 对于妈妈来说简直是在割他的肉 他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 那里的土地是他的 记得以前他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 那附近的土地都种上了麦子 妈妈确实是抢着去收割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康特没有制止 妈妈肯定会认为康特是默认了 所以现在当他把这里的土地卖掉以后 妈妈就一直说康特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天天去那里搞破坏 不允许他建房子 其实康特真的不值得人同情 现在想想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不是他就由自取 如果从一开始他就强硬一点 拿出一点魄力出来 妈妈做什么事情肯定要掂量一下 不会像现在这样为所欲为 也不知道康特有没有为此而后悔 不过他这两天也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说就当没有这个妈妈 他要和他彻底的不再有关系 其实类似这样的话 他也不是没有说过 过几天妈妈再说两句好话 说不定他们又和好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